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麼依照上一個單元所談到的 有關大官員內的一個空間秩序 各位要注意 只要有人尤其是群體的存在 那麼他一定要有一些互相可以共同遵守 然後協調彼此的比較恰當的位置的 以至於讓群體可以和諧 而且很穩定的運作下去的 所以各種秩序或者是各種倫理 本來就會依照不同的社會文化 而去產生出來 所以沒有所謂絕對的自由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自由別人可能就不自由 那麼相對而言 每一個人的自由都應該受到保障的同時 那麼每一個人都必須遵守一定的規範 這個是我想一個再幼稚的人 都應該知道的原理 所以跟你們說明一下 我最近讀到一句話我覺得非常有道理 而我們對於自由的認識 其實是非常淺薄的 那句話是說 而且這句話是來自於法國很有名的 一個存在主義女性作家 也可以算是一個理論家 就是西蒙波娃 那這位寫第二性的這個優秀的女性 我想很多人都認識 他有一句名言他就說我渴望自由 沒錯吧 我們每一個人都渴望自由 可是請不要忽略他下面那一句 他說我渴望自由 也希望別人能夠擁有自由 這是一個相對的問題 所以不可能只有你一個人自由 然後所有周圍的人都要來配合 然後讓你自由 天下哪有這種事情呢 每一個人如果都平等都一樣重要的話 你當然也要尊重別人 有他自由的權利 那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要說明 無論任何一個群體 他勢必一定要共同遵守一套 可以讓大家都獲得照顧尊重 乃至於自由的一種制度 那當然在200多年前的紅龍夢 他當然沒有我們今天的 這種自由的概念 可是一個人群 一種特定的群體 當他要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時候 一定要劃清一些界線 那麼守住這個界線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他的軌道上面 好好的生活下去 所以這個是不可能愉悅的一套 所謂的這個任何的倫理啦 或者是行為的規範 那麼我們上次提到 這個所謂空間的秩序 那我希望大家再回顧一下 在大觀園裡面沒有上跟下 沒有這麼明顯的 按照這樣的方位去體現的 這個尊卑關係 但是人群要生活在一起 一定有一套制度的 那反映在空間秩序上面來說 他就是以所謂的理跟外 來作為身分啦 還有階級啦 以及你的行為規範的一套標準 那在這個理外的這一個規範之下 請你們注意下面這幾段重要的情節 這幾段重要的情節 其實在告訴我們說 大觀園的崩潰很吊詭的 他甚至就在於這一種 理外的空間秩序沒有辦法維繫 說實在的這是大觀園崩潰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內在原因 不要老是歸咎什麼王夫人操檢大觀園 他沒有發揮那麼大的作用 所以我們一個一個來檢證 大觀園內部的混亂 到底從哪幾件微小 但是實際上事關重大的情節展現出來 所以請各位來看一下 事實上從第52回開始 我們跟各位講過 從45回以後 我們曹雪芹把《紅樓夢》的故事的一個陳述 基本上已經轉移到大家族內部很複雜 然後非常混亂的這種人際關係 那麼當然大觀園也同樣在這樣的一個運作底下 也開始出現一些狀況 那麼我們先從這個空間秩序 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的 這個破壞開始談起 那麼請大家看一下 從第52回這邊就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例子 這段例子是這樣子的 就是罪兒不是被秦文製作主張免出去嗎 那當然罪兒的母親就很不高興 為什麼呢 你們大概都不知道 實際上在大觀園中當差 尤其是在怡紅院 那真的是一個肥缺 那個是人人都想要爭取的 絕佳的一個空缺 那麼即便你是丫頭 在那邊都會享受到非常多的優待跟好處 所以考考你們 有哪一位女孩子 其實呢 我們也都把她當作是所謂的什麼帥真 欲字背的人物啦 來加以讚揚的那個人 我必須告訴你們 她事實上也是很努力的想要進到怡紅院 而且透過她的姊妹濤的這個管道 她事實上是非常積極的想要加入怡紅院的 這個丫鬟的陣營當中 所以她透過人脈 她一點也沒有放棄 我們一般所以為的現實勢力的那一種法則 她事實上還是走這條路喔 那個人是誰 她一心一意想要進來 然後裡面的那些當紅的寵兒們 也很努力的想要把自己人拉進來 那個人是誰 猜得到嗎 那個人是劉舞兒 是舞兒 所以你們一直會覺得 舞兒不就是那一種 感覺上就是秦文林黛玉那一邊 非常正面的 然後非常清新的 非常什麼以什麼姓林取勝的 可是《紅樓夢》寫的人是活生生的人 每一個人其實都有很多的面 不要這麼簡單化的 二分法的來看《紅樓夢》中的人物 劉舞兒就有一段講得非常的精彩 她說我為什麼想進去 有好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可以有月前的增加這一份收入 你們知道月前吧 就是連大大小小小小每個月都會領到的 一份額外的零用金 你看 她說我進來呢 不但可以增加月前 而且是不是又可以省了家裡的絕用 就是家裡要 如果你待在家裡是不是要給你吃 對不對 給你花用 這個再怎麼減省都是一筆開銷 所以對家庭來講 這又是一個支出 如果她能夠到移紅院 是不是家裡就省了這個開銷 懂嗎 然後第二個 她說這也替我母親爭了光 因為這表示說你看我們家的孩子 這麼優秀 所以才可以到這麼好的地方去 這當然又是爭了光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我講的這三件事情 其中有哪幾件已經真的是打了算盤 精算之後的結果 很管理學出來的 好 大家又很會算啊 是不是其中三項就佔了兩項 有沒有 都是為了要開園 然後再截流 然後其實就是有現實的好處 那還有第四項我還沒有講 她說就算生病 那麼就算生了病 是不是要請大夫來看病 這又是一筆開銷 可是如果你是在移紅院當差的話 那這一筆醫藥費請醫生的費用 又是誰付的啊 這賈府幫你付的 所以你是不是又省了這筆錢 所以你看四項裡面三項 都是跟經濟利益有關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真的不要抽象的去看待 紅樓夢的這些人 然後就開始投射很多 你想當然爾的價值觀 然後就把他們點平化 事實上沒有這麼的容易 所以當罪兒 她只是一個明不見經傳的小丫頭 當然她做了幾件壞事了 那麼所以我覺得 她是為了讓她做壞事 所以才有名字出現的 那於是這個罪兒 即便是一個小丫頭 領的錢什麼也不多 但是在移紅院 這是一個有很多好處的一個所在地 所以當她被撵出去的時候 當然她的母親就很不高興 因為她覺得她的好處就被剝奪 然後所以她就跑來移紅院 等於算是質問 也算是想要得到一些跑回公道的機會 所以就來這邊吵鬧 結果在這個過程中 當然也讓這些大丫頭們 包括社月 那麼就對她有很 可以說是很不客氣的一個反擊 那麼這個反擊非常有趣 在第52回 我們把前後文看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裡面你會很清楚的看到 實際上秦文跟社月席人 他們根本就是同一陣線的既得利益者 他們根本是同一個陣營的 好 那麼一般文人 我們都把他們視為是什麼對立的啦 所以好像習人就一直想要排擠 或者是陷害秦文 這恐怕都是大錯特錯 所以我想這邊請你們來仔細的 研究這段情節 就在812頁開始 然後一直到813頁 812頁這邊談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秦文反正他義憤填膺啦 然後呢就是極而如仇 他就一定要把這個罪而撵出去 所以呢他就自作主張 某個頁來講就是假傳聖旨 請看這一頁的倒數第4行 那麼秦文就叫人把宋媽媽叫進來說 寶二爺才告訴了我 叫我告訴你們罪而很懶 所以總而言之就說了一番藉口 說進而務必打發他出去 好 那宋媽媽聽了呢 當然就知道說是東昌事發 這件事情已經只包不住火 可是呢他認為就算要來懲戒犯錯的小丫頭 還是要有一套正式的那一種程序 而不能夠呢用陰人設事 所以呢他覺得雖如此說 也要等花姑娘回來知道了再打發他 當然因為事實上的人事調度權是習人的 那習人事實上是紅樓夢裡面的最大的丫頭 請你們注意他領的月錢是多少 因為這個單元我們還沒有談到 所以呢 所以沒關係你們就先參考看看 事實上呢習人是超級大丫頭 因為他是賈母那邊撥過來 給這個怡紅院的寶玉使用的 當然在還沒進怡紅院之前 他就已經跟在寶玉身邊 因為他的超級的地位呢 反映在他的月錢上 他的月錢呢是所有的下人中最高的 就是一個月是領一兩 是一兩 那麼連鴛鴦也是領一兩知道嗎 鴛鴦子鵌這些通通是賈母身邊 那麼或者有派出去給他疼愛的子孫們的 通通都是這個規格 那麼秦文還沒有這麼高 他領的月錢還沒有這麼高 那當然習人到後來呢 在私底下是不是受到王夫人的倚重 對不對 所以暗地裡把他升格為姨娘 這個只是沒有公告 沒有公告的話 家裡的人口贓冊 他基本上還是大丫頭 所以當後來賈家被操的時候 他是妾身未分明的 這一點大家要注意 好 可是呢 就因為王夫人私下倚重他 所以是不是把他提升為月錢的 到達哪一個等級 就是姨娘的等級 那賈家裡面姨娘的等級 包括趙姨娘、周姨娘這些人 一個月的月錢是二兩 所以更高 所以換句話說呢 很明確 怡紅院裡面真的要排那個 這個人與人之間的尊卑秩序 本來習人就是高 秦文一等 這個沒有什麼好講的 所以呢 這個孫媽媽按照這個 家裡面的這個運作的常態 他認為應該要先知會習人才對 這個是應該要有的一個正式的做法 結果我們秦文就很任性啦 他說呢 反正呢 這個是寶二爺金兒 這個千丁零萬丁主的 什麼花姑娘、曹姑娘 好你就只管依我的話 叫他家的人來領他出去 好 那各位你們就可想而知 就這件事情來講 我想喜歡秦文的人 你當然可以讚美他的嫉惡如仇 他的正直所激發出來的義憤填膺 可是我覺得我們做人要客觀要公正 一件事情只不能只看一個面 那就另外一個面來講呢 秦文有沒有假傳聖旨 有啊 寶二爺根本沒有吩咐他去做這件事情啊 可是他就可以捏造一個上級的命令 你們覺得這樣是對的事情嗎 好 這個好好仔細的思考完 而且呢當你覺得是對的時候 你要公平喔 對別人、對自己、對你討厭的人、對你喜歡的人 都要用同一個標準喔 所以如果你不喜歡的人假傳聖旨 捏造上帝的命令然後製作主張 你會覺得很討厭的時候 那麼你喜歡的人做這樣的事情 你也不應該覺得是對的 懂意思嗎 做人要公平 好 那我的意思是說請你們自己去斟酌 第二個 我們的秦文有沒有越主帶逃呢 當然有 他其實某個意義來講 就權責上面事實上是有了僭越 那可是呢你看這樣的做法 實際上是得到他的姐妹們的掩護跟支持 所以你們看下面是誰來幫他說話呢 813頁是涉月 好 那涉月跟秦文是同一個等級的 他說那這也罷了 早也去、晚也去 那帶了去早清靜一日 所以你看其實秦文是站在他這一邊的 那也沒有去挑他的毛病 也沒有去嫉妒他的濫權等等 所以這一點你們要注意 所以果然下面請你們注意 宋媽媽呢 當然就 因為涉月這麼說了嘛 那她當然就照做 那就叫人去把這個罪兒的母親帶來 打點她的東西 然後又來見秦文等 然後就說啦 就特別教導你們這一個母女倆 在我們這種家你要懂得禮數 雖然你是被免出去 可是過去你在這邊服務了那麼久 你事實上要走之前必須要 不但要有告別的這個基本的禮儀 同時你也應該感謝一下 過去這些大姐姐們對你的教導 所以你們看一下 這個下面這個宋媽媽 對他們有 宋媽媽剛剛講的是另外一個類型 總而言之 那我們這個宋媽媽她就很不高興了 她就說你們怎麼了 你侄女兒不好 你們就教導 怎麼就輾出去呢 這基本上是很丟臉的事情 那秦文說你這個話只管 等這個寶玉回來問她 這個與我們無竿 你看她是不是又撇清了 所以秦文真的是一個很正直的人嗎 我覺得你們要不要好好的考慮一下 第一個她假傳的聖旨 可是等到第二個 當人家來質問的時候 她又撇清了一竿二竟有沒有 她就說你就去問寶玉 可是寶玉根本沒做這個命令 然後所以秦文她真的 我真的必須告訴你們 她就是一般人 好 那會有她取巧 也會有她雙重標準 也有脫卸責任等等 這些人性的弱點 她通通一樣都有 所以不需要過分去誇大 她性格中所謂的正直光明的那一面 尤其是那一面 可能也有一些特定對象 特定場合 這個是不是可以就來 以偏概全做這整個人的一個 蓋觀定論 這都是我們讀者本身 必須要好好的仔細檢驗的 所以提醒你們一件事情 在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就是紀德 法國的小說家紀德 他在他的一本書裡面 有提到一句話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精彩的名言 他說請不要用一個人的一瞬間 來判斷他的一生 那這一瞬間不敢是好是壞 都不足以來偏概這個人的全貌 所以不要用一個人的一瞬間 來判斷他的一生 所以不要斷章取義 然後只從你的成見來挑選材料 然後這個材料又根據你的成見去做解釋 這個都是在暴露我們讀者是非常簡化 而且是非常韌性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可以好好的來掌握跟理解 這些人在各種場合當中 所展現出來的形形色色的瞬間 只有把這些全部的瞬間加在一起 你才能夠認識這整個人的全貌 好不好 好 所以各位你們來看一下 尤其秦文這句話裡面 又暴露出另外一個很嚴重的語病 這個語病某個意義來講 也是怡宏苑所特有的一個現象 某個意義來講就是 沒有這個尊卑秩序的一個反應 這個在別的地方是不可能出現的 只有一個例外 我等一下講給你們聽 你們一定要好好理解 這種大家族他們的那個協調 人跟人之間互動的那個規矩 跟我們現在是很不一樣的 我們現在要了解他們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好好理解他們 而不是去批評他們 尤其是用我們現代人觀念去批評 那麼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在那邊的語病到底是什麼呢 也許你們就沒有注意到 那我來提醒你們 在這一句話裡面 我們的秦文怎麼稱呼賈寶玉的 你們讀得沒怎麼樣對不對 我們從頭到尾都在寶玉怎麼樣 寶玉怎麼樣對不對 很像順理成章對不對 但是那是我們作為讀者 尤其是現代讀者 我們要稱這個小說人物我們當然是直呼其名嘛 但是如果你回到他現在活生生正在運作的那個現場 那他們之間的人際關係就跟我們是不一樣的喔 所以秦文怎麼稱呼賈寶玉啊 直接叫寶玉 這個其實是一個破壞規矩 而且基本上是沒有教養 而且某個意義來講就逾越了下人的奮計的一種做法 怎麼說呢 這個稱呼其實很重要喔 我現在先跟你們做一個簡單的提醒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作為下位者 你不能直呼上位者的名諱 這個是很嚴重的侵犯 是一個太過很過分的一種違背理述的行為 所以不能直呼其名 你一定要喊什麼知道嗎 你稱呼你的主子輩的人一定要怎麼稱 當面喔 連當面都算喔 背後也一樣喔 一定要稱什麼知道嗎 一定要稱奶奶或二爺、老爺什麼什麼 一定要爺跟奶奶、小姐、姑娘 類似姑娘是嗎 這些你們都要記得 一定要加上這一種身分、地位的尊稱 那麼所以即便在私底下 你都只能夠稱保二爺知道嗎 那當面更是如此喔 這是第一點 就是你不能直呼其名 即便是在背後 第二個要注意 直呼其名當然是絕對不可以的 這個是最嚴重的 另外還有一種 所以各位同學你們這個可能沒有注意到 因為從這個大概四、五十回之後 這種情況出現了好多次 所以我要提醒你們要注意喔 這些奴仆輩也在不管是在背後或在當面 都不能夠針對你所稱呼的那個主子 就以這個所謂的代名詞來稱呼 連代名詞都不行 什麼叫代名詞包括什麼知道嗎 當面的時候我用什麼代名詞來稱呼對方 我不能夠說保育當面當然不行 那我也不能直接稱你知道嗎 那你就是代名詞叫第二人稱代名詞嗎 你們都學過英文的文法喔 不行你不能當面直呼你的主子為你 那背後呢稱呼到這些主子輩的人物的時候 那也不可以用到代名詞 那個時候會用第三人稱代名詞了 第三人稱代名詞是什麼 他也不可以用他來稱呼你的主子 這樣聽得懂嗎 所以包括你啊他這些語詞是不可以出現在下人 指稱你的主子的這種狀況之下 那當然原因就是因為這樣的代名詞 就代表一種很輕慢的態度 因為你就把他貶低成為一般的一個對象 那我這邊再插播一段話 請你們注意紅龍夢裡面所有的你跟他 注意全部都是人字部 全部都是人字部 那尤其他這個字 我們現代人因為有了男女之分 所以就模仿外文 那麼所以創造了一個新的字 就是女部的他 這在紅龍夢裡面完全沒有 他們不管對方是男是女 一概都是用這個人部的他 請你們注意這是因為中國傳統的這個文字裡面 本來就不分性別 那我們現在用的這個女部的他 實際上是很晚才出現的 當然是五次以後 那最近學術界出現過一兩本書 還有一些單篇論文 討論照這個人稱的問題 那麼考察的結果是 用這個女部的他最早的人是劉辦農 所以已經是很民國以後 那我們現在當然都習慣這樣用啦 那我是覺得其實沒有必要啦 反正就是每一個人個體 都是一樣獨立的平等的 不必刻意去分性別 那這個是我的看法 那紅龍夢裡面是因為 他是在傳統的背景底下 所以本來就不在人稱上面去分性別 好啦 所以請你們注意 他全部都是用他 所以你要從上下文去判斷 他到底指的是誰 然後這是我插播的一段話 好 然後請你們注意 如果你當面這樣稱你的主子為你 那其實就是一個以下犯上的大不敬 那這個例子呢 另外出現過在平兒跟這個鳳姐 那麼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我們請各位可以翻一下 等一下這一段我們還要回來 所以你們不要把它蓋起來 那我們就請各位翻到在第864頁 也就是第55回的最後 第55回最後這一段 鳳姐跟平兒之間的對話 就很明顯的體現出這一點 那你們一定要了解 這個是一個好龐大的 而且充滿了階級的 這一個森嚴界線的一個群體 那你要了解他們怎麼運作 根據什麼法則 這樣子比較能夠知道說 他們的個性到底是應該怎麼去定位 那麼在864頁這邊就有講到 倒數第4行 總之鳳姐啊 他就是看了這個探村的治理家務之後呢 當然就覺得一方面很讚歎 二方面也覺得很欣慰 那三方面當然也覺得呢 這麼一來我就不會孤立無援 總算有一個精明的 然後很有辦事能力的 又知道問題癥結的 可以協助我們 我們就不至於這樣子四面受敵 結果呢他就特別擔心平兒 就說你要注意 探村因為現在正在新官上任三把火 所以你很多事情 就不要跟他當面有什麼樣的衝突 他不管說什麼你都說好 不然的話呢其實就會吃虧 結果呢平兒倒數第4行 平兒大概覺得你這樣主婦 好像我很無知的樣子 我哪裡是這麼無知有沒有 人有尊嚴 他立刻呢就不等他說完 就說你太把人看糊塗了 我才已經行在先 這會子又反主婦我 有沒有注意到平兒的個性 顯然他在非常均衡 非常顧大局的情況底下 在跟王熙鳳私下相處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他自己的一份尊嚴出現了 有沒有 為什麼 他就覺得你怎麼這樣小看我 我早就做了這個道理 我豈會不懂你 何必要你多說那種味道 懂意思嗎 所以我是一個太可靠的人 你可以完全相信我 我的認識的等級跟你是一樣的 佛有這樣的味道 但是呢這番話又出現了問題 怎麼說呢 鳳姐就笑說 我是恐怕你心裡眼裡只有了我 一概沒有別人 所以不得不嘱咐 你既然已經都先做了 表示你都知道這個道理了 更比我明白了 他就覺得不錯 我平常真的沒有看錯你 也沒有白疼你 所以他說可是你又急了 滿口裡你壓我的起來 所以他指出平兒啊 你剛剛太急了 你剛剛用錯了一些詞彙了 什麼詞彙 你不可以用你來稱呼我 因為畢竟我是你主子 知道嗎 我再疼你 我們姐妹私下可以不顧那些禮數 不過呢 我還是提醒你喔 你太急囉 這邊有一點小小的誤差囉 然後呢 平兒你看好倔強喔 你要注意 他跟鳳姐敢這樣做 那就表示他們平常感情真的很好 所以私底下的時候呢 他們真的就平等的多了 所以你看平兒這時候好有趣喔 他說偏說你 你不依 這不是嘴巴子 再打一頓 難道我之前沒有挨過不成對不對 他之前不就是因為假蓮偷情嘛 害得他變成那個出氣筒有沒有 他就拿那個典故 你們知道為什麼用那個典故嗎 因為那個典故 其實也是王熙鳳心中的愧疚 他世上非常非常感到對平兒不起 他覺得我的丈夫這麼差勁 我沒有辦法對我的丈夫出氣 我只好用我這麼一個好的得力助手 一個好姐妹來出氣 他其實心裡面非常的愧疚 你們知道嗎 所以很有意思喔 你一直以為這種有權力的人 就是高高在上 對旁邊的人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那你就大錯特錯 所以平兒的這個無端受入 這變成了王熙鳳心中 一直都沒有辦法救贖的一個愧疚所在 所以呢這件事情被很多其他人的利用 用這一個他的愧疚來逼迫王熙鳳 去做一些他原來不想做的事 我說的就是李丸知道嗎 李丸不是要來跟他要錢嗎 跟王熙鳳要錢啊 我們現在要做施設啊 然後錢不夠啦 然後就來凹他嘛 那就被王熙鳳一頓 精打細算的算盤給擋回去嘛 所以你又是長嫂 那只不過姐妹交給你來帶你就不管啦 何況呢你一年的收入那麼的多對不對 有沒有還會記得 算一算 我跟你們說過他全年算起來 恐怕是林黛玉賈寶玉他們的20倍的收入 結果這一下子被揭露出來 我們李丸是不是惱羞成怒有沒有 然後就講了一大堆實在是蠻市井 粗話 那給這個王熙鳳一頓難堪 然後呢 我們的李丸就直接夾纏不清的 就提到了一件事 他說你看你這個人 出生這樣的家庭的小姐還這樣子的什麼 鑽打細算盤 天下人都被你算計了去 前兒呢還打了貧兒 你看你去跟貧兒提鞋都不配 你竟然還打他 連我都看不下去什麼之類 有沒有 結果我們的那個王熙鳳就說 原來不是要錢來的 是替貧兒抱貧來的 好啦我立刻這個下馬奉上50兩銀子 給你們做東道就饒了我吧 是類似這樣 有沒有注意到 這其中啊都是一種心理戰術 懂意思齁 我就抓到你心中的弱點 然後逼迫你呢 來做一些你本來可能沒有什麼意願的事情 果然我們的王熙鳳就就範 我舉這個例子是要提醒你們說 貧兒挨打這件事情好奇妙喔 是這麼強悍這麼精明 而且這麼一副好像無法無天的王熙鳳心中 很柔軟 然後呢是他一直放在心裡面 折磨自己的一個愧疚 這不是太有趣的事情嗎 所以呢我覺得我們對紅龍夢的人物的理解 不但有很多偏差 而且有很多疏漏喔 所以你看我們的貧兒也敢這樣做 他說好啊你再打啊 這裡不是一個面夾 這個臉夾不就是等著你打的嗎 有沒有 這種話就更直接刺傷了王熙鳳的那一種 慚愧啊那一種很微妙的一種負罪心理喔 然後所以你看王熙鳳竟然沒生氣耶 他還笑著說你這小蹄子 好你要墊過多少要墊多少過子才罷 意思是說你到底要提醒我幾次 我對不起你啦 好不要再說了啦 我已經很難受了啦 他說你看我都病成這樣 你還來嗚我喔 好過來坐下橫樹沒人 咱們一處吃飯是正經 有沒有注意到 意思是你看現在不是開始打出 那個叫苦肉計了有沒有 就開始你看我生病成這樣子 你就不要再讓我這個有負擔 好有意思喔 這一對姐妹們真的不只是主仆 他們真的是命運共同體 而且在情感陣營上面 他們也是完全連成一線 而且你看下面就注意一下 他們吃飯的情況 我提醒過你們這種家族的座位倫理學 下面你們自己看了喔 我們的平兒是不是幾乎等於是在炕上 跟王熙鳳一起吃的 雖然他還是守住一定的分寸 他是半 有沒有注意到 他是一稀那麼趨於抗炎之上 那麼半生游利於炕下 陪著鳳姐吃了飯有沒有 所以他基本上並沒有濫用 王熙鳳對他的那一份情意 他基本上還是稍微懂得一下那個分寸 真的 人是這樣子 不要因為別人對你有善你就隨便 懂意思喔 這個我們很多同學一直沒有弄清楚這個道理 覺得這個老師很客氣 很友善 於是講起話來就隨便了 這個其實呢人家都感受得到 這是不應該的 所以親近絕對不要留於霞腕 霞腕一定就會讓對方不舒服 不舒服就會傷害到你們的感情 所以人跟人之間多少還是要懂得這個分寸 好 總而言之 我們舉剛剛那個例子只是要提醒大家 因此呢不能直接用代名詞來稱呼你的主子 無論是當面還是背後 好啦 所以回到我們的813頁 這個52回 那麼所以秦文的這個直接的表露 也其實表現出呢 他基本上已經非常傾俠的那個心態 然後所以對寶玉呢 也基本上就有一點平起平坐那種味道了 那寶玉當然不以為意 可是這只能夠在怡紅月 你如果到了外面去 或者是外來的人看到這種情況 他們基本上多少會覺得你這個嚇人 太不知道分寸 你濫用了你的主子對你的寵愛 真的 不要因為人家疼你 或者是對你客氣 你就隨便 這個說實在是每一個應該都要把握的分寸 好啦 所以你看啊 果然就被那個罪兒的母親抓到了與病 他就冷笑說 我有膽子問他去 他哪一件事情不是聽姑娘們的調停 那麼他中醫了 姑娘們不醫也未必中用 這是不是事實 當然是啊 寶玉就是好好先生嘛 然後就是很寵溺他下面的那些姑娘們嘛 所以那些姑娘們有的時候真的訪客為主 變成後面的太上皇 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看在眼裡都知道 所以你看他立刻就講出一個 一個他的與病 他說比如方才說話 雖是背地裡 姑娘就直叫他的名字 這個是不行的 我剛剛已經提過了 不但是背地或者是當面 絕不可以直呼其名 他說這樣的情況啊 在姑娘們就使得在我們就成了野人了 這裡面這個話很酸啦 知道嗎 其實這都是不應該做的 可是因為你們受寵啊 你們就可以做這些沒有規矩的事情啊 我們做了就變成野蠻的沒有教養的人 所以呢 這下子請注意喔 秦文聽說一發極紅了臉 當然極紅了臉 因為這確實是愉悅奮激 確實是甘伴禮教 所以他就說我叫了他的名字啦 你在老他人面前告我去 說我殺爺爺 黏我出去 你看這個人講話是不是都太重對不對 他的意思是他承認他犯錯 可是呢承認犯錯又要一副 用很過激的方式把事情講得太過嚴重話 所以各位想一想 最後我們的秦文是不是也果然被撵出去啊 所以嘛真的是這個人講話 真的是不知分寸 何必把話講得這麼極端 懂嗎 不要說因為跟人家吵架 你就說好啊 那你就拿刀子來殺我啊 或者是說夫妻吵架 算了我們就離婚 像這種極端過激的話呢 事實上都不 就要非常謹慎 不要隨便流露出來 因為你某個意義來講等於是在暗示 甚至是在促進事情 往這種極端的狀況去發展 懂意思嗎 所以講話真的要分寸的原因是因為 不需要那麼樣的極端 那我們的秦文就是這樣嘛 這個人實在是個性確實有他 我們也許可以在思考的地方 好啦 結果呢你看話都講到這種程度了 再下去就不得了了 那要撕破臉了 有沒有注意到這時候誰介入了 社羽 你看社羽就講了一番話來轉圜 而且請注意這個轉圜是完全站在秦文這一邊 他是幫秦文轉圜說他用錯名諱的這個語弊 他就說嫂子啊你只管帶人出去 有話再說這個地方豈有你叫喊講禮的 你見誰和我們講過禮 別說嫂子你就是賴奶奶林大娘 也得擔待我們三分 這是不是實話 是 那社羽平常不會這麼的拖大 懂嗎 不會這麼的拿大 然後用他們的二所謂的二層組織 副小血的優勢來壓下人 社羽平常不是這樣的人對吧 你們不覺得這個話不太像他說的 也不是習人會說的話 那社羽是習人的從相 是他調教出來的 他們基本上不大會仗勢欺人 所以你會發現 社羽在這個時候 他真的其實真的是在幫秦文 所以講起話來比較像秦文 那可是他講的也是事實 那問題是事實是這樣 我一定就要仗勢來欺人嗎 而且提醒你你們其實就是那個 很低下的等級嗎 這就是每個人的教養 要怎麼樣去呈現的問題了 那社羽這時候完全是為了要來維護秦文 所以你看他說辨識教名字 從小兒直到如今 這是老太太吩咐的 然後要怎樣怎樣 這個話也有道理 但是不是在家庭裡面運作的 好 所以你看社羽講的那一番道理 某個語言來講呢 擋住了當前現在的這個語言 所導致的危機 但是實際上是有一點強詞多力 有一點強詞多力 好 總而言之請看倒數第四行 所以把對方反過來數落一頓之後 就拿起這個里外的空間秩序 來驅趕對方了 他說呢 嫂子原也不得在老太太太太跟前 當些體統的差事 成年家子在三門外頭混 怪不得不知我們裡頭的規矩 他說這裡不是嫂子久站的 再一會兒不用我們說話 就有人來問你了 問你就是什麼 你怎麼會出現在這裡 這不是你的你該來的地方 於是呢有什麼分證話 你就帶了這個罪兒出去 然後呢等等等等 家裡上千的人 你也跑來我也跑來 我們任人問姓還認不清了 說著便叫小丫頭子 你看喔 真的是非常羞辱人喔 他竟然說拿了擦地的布來擦地 這真的是非常羞辱人家的一種作為 你們不覺得嗎 這個做法已經跟妙玉很像了對不對 妙玉不也是嗎 劉姥姥來過他覺得很髒啊 後來寶玉體貼他的心意 是說我還叫小丫子 小絲們提水桶來幫你這個院子 打掃一番好不好 妙玉當然說好 對不對 這就是他想要的 所以你看喔 這個社業在這一段情節的做法 非常有趣喔 跟他一般是不大一樣的 可是為什麼他突然會變得 跟他平常很平和 很顧權大局 那麼很這個人跟人之間的 那一種以和為貴的這個原則 竟然都被拋到一邊 用這麼激烈的方式去鎮壓 比他低下的人 我必須告訴你們 是因為他要維護情文 我的意思是說 真的從零零種種點點滴滴的瞬間 你其實可以看到 包括襲人 包括秦文等等 包括社業 他們事實上跟秦文 當然有一些小小的伴嘴 可是根本完全談不上敵對 更談不上互相的陷害爭奪 無名在很多地方 他們都是同一陣線的 所以社業的表現如此之奇特 你就必須要好好考慮喔 這違反他一般平常的刑事作風 那何以至此 你就要考慮到跟秦文的關係 好 所以我們回到我們的這個 有關里外空間秩序的這個脈絡 所以請你們看一下 社業用來撵足罪兒之母的這個理由 其實就是空間秩序被逾越的這個原則 所以你看他就貶低對方 你只在三門外頭混最邊垂的地帶 你根本就是那個唯一不足道的小人物 所以你根本不知道我們裡面的這番規矩 所以下面就把他撵走 還要叫人家用布來擦地 我覺得這個這麼得罪人的做法呢 真的考慮一下 大概只有秦文會做 謬譽會做 可是為什麼這麼奇怪的 連社業都這個站上這樣子的一個印地 那請各位好好考慮 好 所以這個例子 我也是希望各位注意一下 好多的情節他隱含的訊息 恐怕跟我們平常想當然耳的 那一種二元對立觀是矛盾衝突的 那這個請大家注意一下 再者呢 我要提醒你們 社業的話裡面就提出一個重點 事實上從第五十回開始 應該說四五十回開始 那麼這一種大官員中 裡外本來很穩定的按照這個原則 以至於可以保持各方協調 而運作下去的這個空間秩序原則呢 已經開始面臨崩潰 所以我們社業說什麼 他說呢 家裡上天的人你也跑來 那這種空間秩序的破壞 越到後期就發生的越多 那麼在第六十回 我們直接看螢幕好了 你們回去自己再去查前後文 這樣會比較詳細 也比較能夠深入 那麼那一回就寫到說 趙怡娘被挑撥啦 然後憤憤然就闖入到怡紅院 然後呢 當然就去羞辱那個方官 而且是不是還給人家 加了兩個耳瓜子有沒有 那方官合成受到過這種侮辱 他就非常的生氣 嫁以反擊 結果呢 就在那邊撒潑哭鬧 躺在地上 然後呢 就簡直像潑婦一樣 然後兩個人是不是又打成一團 有沒有 然後旁邊又有人來助陣 反正那個簡直是非常不堪的一個場面 就是 就好像女生打架通常都是那樣有沒有 我扯你的頭髮 然後你拉我的什麼之類 天啊 好恐怖 那跟男生打架比較文明 可是可能傷害性更大是不一樣的 好 結果呢 那齊人就很為難嘛 怎麼亂成這個樣子 他就拉這一個 又急著拉另外一個 你們不要這樣子啊 然後這邊調停 結果呢 旁邊的秦文就根本不幫他 雖然有時候假意幫他 口裡面說不要這樣啊 可是什麼都沒做 然後呢 對 他就覺得算了 你們去鬧吧 真的是搞成這個樣子 那齊人就很著急 那結果呢 就在這種混亂的局面之下 秦文就悄悄拉著那個 在努力勸阻雙方的席人說 別管他們 讓他們鬧去 看怎麼開交 請你們注意 我特別用這個標改體 就是要讓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連秦文都感覺到了 真的如今亂為王了 他說到現在 我們這個秦鴻院已經發生好幾件事情 簡直就是亂為王 什麼叫亂為王 王是不是最高權威對不對 那亂為王的意思就是說 一大堆人根本愉悅那個上下的規矩 然後呢 每個人都自以為王的意思 然後都到我們秦鴻院來 每個人都有他的主張 都要照他的做法去做 那當然就混亂了嘛 所以呢 你看下面舉的例子就是 什麼你也來打 我也來打 打什麼呢 就是打小丫頭 可是要注意 小丫頭是歸主子所管 那麼至少也歸那個大丫頭所管 結果呢 即便你是小丫頭的生母 因為你是奴僕輩 所以事實上你是不可以逾越這個奮祭 來管教宜鴻院的丫頭 雖然她在血緣上是你的女兒 這樣懂意思嗎 結果你們通通都拿著這個血緣關係 闖入到宜鴻院 去伸張你們的這個家庭教育 可是就忽視 我們這裡面賈府 所要運作的那一套尊卑的制度 結果呢 宏映院就亂七八糟 你看果然非常紊亂嘛 你也來打我也來打 連秦文都有意見 好 所以他說都這樣起來 還了得呢 你看都覺得再這樣下去不得了啊 所以他說你現在就亂到極端好了 然後看看上位者 有沒有辦法扶底求新 把這個情況就特地解決 不然我們一起一起的壓下來 結果這種事情呢就沒完沒了 你們懂他的意思嗎 所以他說其樂你不要管 讓他鬧到到上頭之道 上頭比如說誰 賈母 然後看大家怎麼樣的受罰 然後我們就可以徹底解決 所以就各位可想而知 這個就是所謂的倫理秩序鬆動 導致了這種亂為王的現象 那這個怡紅院已經出現過好幾次 可是我提醒你們 他最嚴重的地方呢 是發生在紫陵州 也就是迎村所住的地方 那麼這一段情節非常的有意思 各位你們要注意 裡面有好幾個訊息 那其中當然牽涉到迎村的性格 我們以後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那麼單單從這個空間秩序 以及所謂的尊卑倫理的破壞而言 那麼第73回 第73回就提到說 因為迎村很懦弱啊 所以那些下人們 包括他的乳母 包括那些媽媽們跟小丫頭 大概都不把他放在心上 我打了引號的都是他的原文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作者 對迎村以及對他周圍這個環境的客觀描述 真的他們都不把他放在心上 我請問你他是主子 可是下人們不把你放在心上的時候 是不是就亂為王嗎 秩序就混亂嘛 而這個混亂是所謂的平等嗎 不是喔 人跟人之間的秩序只要破壞 那不能叫平等 所謂的平等還是要守一個秩序的喔 所以呢 這就導致什麼大官員的崩潰 而誰直接守當其衝反遭其害呢 當然就是這些主子 好 所以各位你們往下看 因為他沒有能力去挾制 他屋中的這一批下人們 那當然尊卑的地位呢 那個秩序也就沒有辦法維繫 結果下人們就很敢啊 你們看他不是偷盜嗎 有沒有 甚至連迎春的那個壘金鳳 他們不都是私下就拿去典當嗎 然後迎春不追究 他們甚至恐怕也不打算贖回來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據為己有 那這種事情就是所謂的唯理亂計 那其中甚至呢 他們更過分的是捏造假杖 要來威逼迎春 那簡直就是為所欲為 這個就叫做亂為王 結果呢 我們迎春完全無能為力 他竟然就很逃避式的 很消極的 在旁邊呢 就躺在床上看書 然後任憑呢 那個很強悍很過分的那個奴仆 跟還好他有兩個是站在他這邊 捍衛他這個組織權益的這個丫頭 結果雙方就在那邊吵嚷 然後呢他完全無能為力解決 那麼是信兒中間剛好探春 來到紫陵州探望迎春 然後就發現這種吵吵鬧鬧的現象 結果呢 我們的探春就很快的 他非常知道怎麼樣最快的 最根本的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他立刻就派一下人 去把那個貧兒找來 有沒有注意到貧兒不就是代表王熙鳳嗎 王熙鳳是誰敢去跟他這樣亂為王的啊 所以呢 那麼當貧兒都來的時候 這個王祝兒媳婦喔 就是那個漢奴啦 就是雕奴啦 竟敢呢還敢 因為他已經習慣了 你知道嗎 貧兒來了他竟然還敢 照他們原來的樣子 他就趕上來搶奪發源權 想要先發智人 你們知道嗎 這個叫做惡人先告狀 他就先對貧兒說 哎呀怎麼樣其實事情是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呢立刻就被這個貧兒聲斥 他簡直是這個探春迎春姐妹如無物一般 然後呢先發智人搶奪發源權 然後惡人先告狀 那貧兒呢是很知道規矩的 他立刻就斥責他說 姑娘是在這裡講話 姑娘就是主子小姐 也有你我插口的禮 我們都是下人 請注意這邊用那個標凱體所標示出來的這些描述 這是最重要的 他說你但凡之禮只該在外頭伺候 因為你只是一個媳婦 是一個很低等級的下人 你不應該進到屋子裡面來的 你如果之禮你就不應該進來 只能夠在外頭伺候 不叫你進不來的地方 所以幾層有外頭的媳婦 無故到姑娘訪你來的力 所以你看這裡就是禮外的尊卑秩序 而被破壞的非常嚴重 所以他點出這個秩序混亂的一個 可以說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跟你們說過 禮外在大官員中是維持他的和平 跟維持他的穩定運作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性的原則 所以你看當這個平兒在斥責他的時候 他也不只是說你亂為王 他直接用的也是你逾越這個空間的秩序 所以那麼迎村的丫頭秀傑 就是她是忠心護主的一個忠仆 她立刻就表達那種委屈跟共鳴 她說你不知道我們這屋裡是沒禮的 誰愛來就來 所以你看子靈州已經是秩序崩潰的 一個地方 亂為王的情況是呢 這個禮外的界線完全模糊 結果這麼一來請你們注意 事實上最後請大家思考一件事情 最後大官員裡面呢 可以說是最早受到毀滅性的傷害的 姑娘們就是誰 就是迎村對不對 有沒有注意到這中間某個意義來講 是不是傳達一個訊息呢 當你沒有辦法維持這個尊卑秩序的時候 你自己也就會在亂為王的情況底下 慘遭吞噬 那所以當大官員還是一個浪漫的場所的時候 難道你不覺得這其中非常的吊詭 對 發人申請 原來所謂的浪漫自由有一個必要的基礎 那就是秩序 沒有秩序不可能浪漫跟自由 就好像大家如果都不自我節制的時候 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 因此銀河英雄傳說裡面有幾句名言 我都有記錄下來 田中方述的那份小說真的非常有趣 其中有句話我那時候讀到非常的與我心有七七言 他說絕對的自由只會讓自由墮落 所以西方人他們努力了幾百年 在追尋自由平等博愛 他們當然懂這個道理 所以你們以為歐美的那些白種人 好像都很追求自由對不對 很個人主義對不對 可是你們沒有認識到另外一面 他們的自由跟個人主義呢 同時還有非常高度的自我節制 那個自我節制包括極力的尊重別人 就是當我這樣的時候 我對別人也認為他也同樣享有 同樣的隱私 同樣的自由 必須在這樣的交目主觀之下 那種所謂個人的自由 才會真正的被發展出來 所以自由絕對不是所有周邊的人都在配合你 哪有這種事情 所以當人群之間沒有一定的那個規範的 法則的時候其實就是大家都喪失自由 沒錯吧 當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的時候 那就是大家都岌岌可危 大家都受到很多的不安全的威脅 所以我們的迎春在這種封建制度底下 他竟然不能夠維繫尊卑 尤其是這種空間上面秩序的維持 某個例來講他就是會被這樣的混亂 所反噬 好啦 所以呢 當然啦 秀傑很不平的就是說 我們這裡搞導致成這個樣子 那平兒就教訓他啦 他說都是你們的不是 那麼姑娘好姓兒 你們就該打出去 他說你們是有這個權力的 你就應該把他打出去 然後再去回太太 太太是不是一個更高的權威 讓更高的權威知道說 原來你們這裡的下人們已經囂張 愉悅奮激到這種程度 那當然就可以用最高權威來加以懲治 而協助迎春來維繫他所不能夠處理的 這種混亂的問題 那所以呢 當然平兒也就告 也就是提醒你 你們雖然是小丫頭 可是不是只有順著迎春這個主人的意而已 你為了要保護你的主人 你事實上還有一個更積極的 更甚至是侵略性的做法 那這個就是在這種大家族 你們要小心啊 真的 小心的意思是說 真的不要用一個單一的價值觀 尤其是我們現代的價值觀去看他 他們其實又有人情的彈性 可是又有一些呢 是不能夠愉悅的森嚴的那種界線 那彼此之間其實也在互相滲透 也在互相的並行不備 那到底什麼時候該用哪一種 這就是他們處在這樣環境中的人 他必須要比較花腦筋去思考的問題 好啦 所以我們可憐的子靈州 果然後來請注意 導致大觀園崩潰的第二個重要的入侵物 是不是其實也就是在這一房的鬆動之下 才有戲可乘 我在說的是什麼 是秀春囊 有沒有 秀春囊一入侵 這就是那個夏之興先生所比喻的 他說那個秀春囊根本就有點像是侵入到 伊甸園裡面的那條蛇 所以導致呢園中的純真 那麼性別的混沌就完全被破壞 於是呢你就被驅趕出這個樂園之外 那樂園之外就是無限的苦難 然後現實的壓力 然後各種疾病痛苦等等 跟勞力的這種血汗 那所以呢 這個秀春囊比喻成為一條蛇 我覺得很有意思 可是呢 可是秀春囊是誰夾帶進來的 是思琪 思琪又是哪一房的大丫頭 就是迎春嘛 就是紫林州 所以你們有沒有感覺到 真的是發人申請 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只有用一個標準 就可以做唯一的真理來丈量 那麼當他們就是在這樣一個 封建制度的背景底下的時候 你就是要維持尊卑 不容於悅 反而能夠保障所有人的平安 跟你正常的生活 一旦這個尊卑被破壞 就是所有人全部都罹難 那所以你不能用今天的自由平等 來批評《紅樓夢》裡面的一些 所謂的封建概念 這個是沒有道理的事情 你要回到那個時空背景 你要在他的立場中去看到 他是在怎麼樣的條件底下生活的 這個就是我非常希望 各位一定要好好記得這一點 我們現代人真的都太 自認為我們走在時代的前端 結果把自己當作是唯一的真理 這是一個很無知又很傲慢的心態 可是我們常常不自覺 好 所以我們往往就會去 任意解讀過去的文本 那麼忽略它其實是在一個 跟我們不一樣的背景底下所產生 你不能用你現代的觀念去做為評量 不管是批評或讚美 那都是言過其實 我們回歸到文本的真實 我覺得這才是對我們有利的事情 因為我們才能夠真正的了解 過去的人他到底是怎麼生活的 我其實主要是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所謂的浪漫自由平等 它事實上還是要有一定的秩序作為基礎 否則這個浪漫自由是無從存在的 這個是我們在理解大官員的本質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犯的錯誤 所以呢對那種不守規矩的 尤其是秦文 我們好像就會給他過多的讚美 說他其實就是比較有個性啦 反抗權威什麼什麼之類 我覺得這個恐怕都言過其實 因為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 可以妙愉悅規矩的人是不是只有秦文 他允不允許別人愉悅規矩呢 就沒有了 那這個叫真正的自由跟平等嗎 也許 也許我們都應該要很客觀 那盡量全面的去思考